各位好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 凤凰全区连线 吴长书 土耳其叙利亚遭遇百年不遇的强症 至今已经造成两地和共三万六千多人死亡 面对救灾不利的指控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便称他没有办法为这种级别的灾难 提前做准备 天灾难防 然而人祸绝对可以避免 这次地震画面当中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大量的房屋在强阵中出现了粉碎性的倒塌 南线完整结构 关于戴卧府扎工程的指控 已经成为反对党攻击埃尔多安的重点 今天晚上凤凰全区连线 卡赫拉曼马拉什现场 有凤凰卫视特派土耳其地震灾区采访的记者 米尔扎提 以及阿达纳现场有凤凰卫视特派赵龙 与北京现场宁加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 三方一起聊聊 土耳其5月份即将总统大选 这场强政会令埃尔多安赔上政治生涯吗 另外包括中国和中国香港在内的救援队 依然在前方奋力持援 灾难过去了160多个小时 废墟现场依然有奇迹出现 每一个获救生命的背后 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前方记者也会带来他们的最新观察 好 首先来看李一帆的追踪报道 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大地震 已导致土穴两地超过3.5万人遇难 据土耳其灾难应急管理局最新数据 其中土耳其全国逾3万人死亡 叙利亚有3500多人罹难 超过530万人无家可归 而伤亡人数仍在飞速上升之中 尽管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过 但灾区者不断传出幸存者获救的好消息 土耳其地震救援工作进入第八天 中国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坚守灾区 支援震灾 当地时间12号 经过中途双方救援队员 四个多小时的共同努力 中国救援队当天再从废墟中 救出一名被困超过150小时的男子 截至目前 中国救援队累计营救幸存者6人 而中国民间救援力量 南天救援队也再成功救出一名当地儿童 共派出59人的中国香港救援队 也同样在与时间赛跑 最早前成功救出三名生还者后 再在地震中 在驱海塔伊营救出一名女性 救援队指挥官余温阳 追受采访时就指出 寒冷的天气严重损毁的道路 加上不时有余政 无意为救援工作带来重重困难 然而特区与国家救援队互相协助 并为特区救援队提供了 进一步的物资保障 他并强调 目前没有撤离计划 只要有一丝机会 都会尽全力搜救 而在谈及现场救援感受时 也不禁感慨万千 令到我最感动的 就是其实在现场环境 是见到很多当地的居民 穿着不同制服的救援组织 他们是上海一心 就形成一条人脸 就清空了 勤心协力的生命救援另一边 当地老城区不少历史悠久的 古建筑也被以为平地 现场触目惊心 与此同时 土耳其司法部也展开调查 追究复合规格建筑的法律责任 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表示 已经向百余民嫌疑人 发出了逮捕令 此外 针对灾区出现 趁断抢劫事件 土耳其军方也已在 多个灾区展开巡逻 然而 距离土耳其大选 不足三个月 总统阿尔多安在这场 世纪灾难中 面对的批评质疑声浪 也在不断上升 不少当地民众就直指 政府多年来对重灾防范不足 也有反对党人士 就救援速度迟换 对阿尔多安展开批停 虽然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一定作用 然而受通胀狂飙等 多重因素影响 此次选举也被普遍 属于阿尔多安掌权 20多年来最严峻的一次挑战 20多年前 正式因处理地震灾情不当 使人总理在随后的选举中 黯然下台 这次也轮到阿尔多安 面临同样的考验了 土耳其大地震 中国聚员队进展如何 世纪灾难反映 土耳其政府哪些问题 土耳其强症会否影响 阿尔多安执政 于心难安 这场巨型灾难背后 到底暴露出 土耳其的哪些问题 而大灾之下 又有哪些彰显 人性光辉的故事 今天请出客房嘉宾和记者 都来聊聊他们的见闻和分析 好 首先来关心的是 救援的最新见证案 立刻连线就在 卡赫拉曼马拉时现场采访的 特派记者米尔扎提 米尔扎提您好 现在已经过去 160多个小时了 请问救援 政府还有希望吗 我知道有些地方 已经开始了灾难现场的 挖掘和清理工作 目前最近状况如何 这个主播呢 我现在就在 卡赫拉曼马拉时 也就是地震的震中 这一地带 那我今天早晨呢 在这一地区附近 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 观察到的一点呢 有一些非常有 参加可能性的 这样的一些房屋呢 依然就没有 就是被这个研究公园 就是导致 因为当地还依然 有这个生存者 有生存者的迹象的 这个可能性 所以呢也有一些地方呢 正在就是用 这个热像仪 所谓这个空中的 无人机来呢 就是探测 是否可以就是 继续可以找到 这个生命的迹象 所以呢 这个可以说是 援助工作 这个搜救工作呢 依然在持续当中 还没有放弃 土耳其政府呢 早前也公布过 它这个搜救工作呢 将会持续到15天 然后呢 就可以是 就是不会在这个 飞水底下留下任何人 除此之外呢 福尔基的 这个卡赫拉曼玛拉市呢 已经开始在 大梯的地区呢 已经开始 这个清理工作了 那我身后呢 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种 这个挖土机和 这个体工具呢 已经进行到现场 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 清理的工作 因为它这个卡赫拉曼玛拉市呢 就是这个受灾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在我所灾的位置呢 就已经有1100个 这个房屋的表达 所以呢 这个它清理呢 也要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从今天下午开始呢 这些地方呢 不断是这个天气寒冷 而且呢 这个就开始已经开始刮风了 所以呢 就是整个城市 都是有这个屋檐上去 融照着的 所以呢 可以说是已经 这个清理工作呢 正在警察的进行当中 好的 非常谢谢梅尔扎提 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好 我们再继续请出的是 在宁夏现场的 时事评论员李少鲜先生 其实像这种级别的 巨型灾难啊 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一个巨大的不幸 而且尤其考验的是 政府的危机管制能力 协调调度资源的能力 你觉得这样一个巨型地震 突然在土耳其发生 给爱尔多安本人 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那到现在 我们看到前方的画面 是各种触目惊心 死伤人数 目前两地已经合共 超过三万六了 您觉得谁应该为 这样的灾难负责 我觉得当然大地震是天灾了 正像爱尔多安总统所讲的 谁也无法对这样一个 大的天灾 做出视线的准备 确实的确是这样 但是我们应该看 这次大地震呢 实际上对爱尔多安来讲 应该是关乎他政治生命的一个 生死存亡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观察点有 就是说他对地震的反应 就是政府对地震 初期的反应 实际上对他并不是很有利的 因为众多的下层的民众 特别是灾区的民众 对政府的反应不利 是非常愤怒的 所以爱尔多安也非常愤怒 他曾经到访这个地震 重灾区现场 而且也确实承认 政府初期的反应不利 而且批评当地的官员 等等这样一些 其次呢就是 接下来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这次地震 很多楼房是整栋整栋的 粉碎性倒塌 其实就是各方面的反应来看 有这个粉碎性倒塌的这个楼房 大部分是近几年新建 也就是说 这个里边人们广泛地在怀疑 偷工减料什么的 这些东西 老的建筑反而比较坚固 我们在视频里也可以看出来 众多的楼房中 中间有一栋楼房 整体性的 粉碎性的这个倒塌 像出现 频频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反腐啊等等 所以我们也看到政府呢 抓捕了一百多名 这个有关的建筑商啊 什么的承包商啊等等 这样显得反腐的举措啊等等 阿尔多安可以这样讲 就说他在接力的这个挽回 他失去的接力的表现得更好 以争取在这次中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 好吧 好 其实一句句倒塌房屋的背后啊 都是很多绝望的生命 如果政府的救灾给力的话 很多奇迹就会发生 好 虽然政府救灾不利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灾难过去已经160多个小时 在现场依然有奇迹发生 那么在这次土耳其大地震当中啊 有一名叙利亚裔的女孩Judy 她是在废墟的黑暗当中 被埋超过了140个小时后获救 那本台特派记者赵龙 在医院见到了她本人 来听听她对还在被埋瓦砾之下的人 想说些什么 我们看到她对幸存者说 不要害怕 希望一直就在 她的现身说法到底会鼓励多少人 我们继续来和在前方记者赵龙做一个连线 赵龙你好 我不知道您在亲自医院 见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 你当时有怎样的一个感触 大家都很好奇 她被埋瓦砾140个小时之后 她是怎么脱困的 是靠什么样的力量或者精神 度过的这段黑暗的时光 有没有现场的最近掌握 好的 杨树 我现在就位于这个小女孩 被救治的这个阿达纳的城市医院的这个前面 那么我今天见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最佩服她的 就是觉得她表现出来这个强大的乐观的精神和心理素质 而恰恰是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 就是支持她能够在被埋这么多小时之后 依旧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其实她当时是被这个 许多的石块一夹在了胸口 她说这些石块几乎每个夜晚一夹在她都不能睡觉 但是呢 她每每都会想说 只要我活着 只要我再坚持一口气 就会有人来救我 只要我保持这个希望 我要挺住 终于她还是最后等到了这个希望 不过当她被救出来的时候啊 有点哽咽了 不过当她被救出来的时候呢 就有邻居告诉她说 她的五个兄妹都已经丧生了 她当时是非常的痛苦的 然后当时当她回到医院的时候 就有消息说 她现在这个五个兄妹依然在建在 包括是她之前在废墟中 看到她爸爸的衣服就在身边 她非常爱的爸爸 现在却不知道消息在那 只能看见一件衣服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个漆黑当中 她只能抱着爸爸的衣服来 思念她的父亲 非常的焦虑 当她这个已经来到医院的时候 是等待了许久才 终于拿到了一个消息 说她父亲现在依然活在了事业上 但是现在还没有取得联系 但是这些消息依然让她感觉到 是非常的兴奋 她这个心理素质是非常的强大的 在我们采访的这个工作期间 虽然她左手的这个伤口 其实是因为这个伤口溃烂的非常严重 但是整个过程中一直在跟我们微笑 很配合的在回答我们的问题 并且在我们准备结束采访的时候 又主动叫住我们说 要主动要是向这些所有这种 可能被买在废墟中的幸存者 表达以上的这个希望 就是要呼吁他们坚持最后 最后一口气 希望终究还会在 但是其实啊 比这个小女孩 还有一个更让我感动的故事 就是在另外一个小女孩 她和她的父亲 当时是被买在废墟当中 伸手不见五指这个漆黑当中 一对妇女 她们是通过什么来撑住 这么一百多个小时呢 就是因为平时这个父亲 在培养这个女儿的学习习惯的时候 会跟她玩一些石头剪子布的游戏 如果谁猜错了呢 就要讲一个故事 那么在这慢慢的漆黑的黑夜当中 这一对妇女就在 玩这个剪刀石头布的游戏 但是里面的光线是非常漆黑的 她们只能通过嘴巴来说 石头剪子布 然后谁输了 石头讲一个故事 就是靠这种顽强的一点点的精神 来撑着 最终这一对妇女 是终于是被营救了出来 当时这个父亲就告诉我说 这个小女孩当时因为缺水 整个喉咙里边 已经被干的全部是血 对 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们非常的唏嘘 需要一方面是感叹 生命的顽强与强大 在废墟之下 你刚刚强调就是说 一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要有乐观的一个精神 坚信救援队一定会到来 第二个就是一个客观的条件 救援队也不能放弃 直到最后一刻都不放弃 双方的合力 才能创造一个个的奇迹 那赵龙我知道这次呢 香港救援队 也是派出了一支 59人组成的队伍 带着先进的仪器 前往灾区救援 每天都看到奇迹发生 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 香港救援队有没有说 他们的撤离时间表 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撤离时间表 其实最开始 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 刚刚到这个灾区的现场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在想说 包括我们的记者 包括我们有些救援队员 就在想说 现在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还会有什么的存在吗 大家对自己在这边能待多久 并不是特别的确定 可能觉得可能待几天就要回去了 但是随着在我们这个香港 特区政府撤离队第二天 挖出这个三名这个幸存者的时候 大家就感到非常的兴奋 所以说大家这个士气 就是越来越足 所以在今天第四天 我们的香港撤离队行动的时候 又成功地引入出一名女性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越有多的这个幸存者被挖出 大家士气越足 大家可能就想留在这里 时间就会越长 那么我觉得我们香港的撤离队的成员 在这么坚固的条件下来到这里 他们除了能够参与到 当地的这个搜救工作有成就感之外 我想他们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民众 对他们这种感谢的一种温暖 我记得有个非常印象深刻的瞬间 就是我们在一个 有可能会有一个生命迹象 一个一岁半女童存在的一个洞口上 当这个我们香港所有队员 得着这个女孩的名字 朝这个洞口来呼叫这个女孩的名字的时候 本来围观的群众和这些军队非常吵闹 但是当他第一次喊出这个女孩的名字的时候 瞬间现场所有人都安静了 非常的配合 并且当时在现场 我们在是搜救那个小女孩的时候 是当时花了大概是八个小时的时间 从白天一直到黑夜 全程有这个土耳其当地的军队在陪同 维护秩序 当有一些国际的媒体 要进入到这个区域采访 拍摄我们香港搜救队的工作的时候 这些军队就会拦住他们 先问我们说 这些国际媒体进入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工作 我们才可以放他们进来 包括是在我们完成一整天的搜救工作 准备离开的时候 夜幕已经降临了 一直不断路过的 有骑着摩托车的民众 包括这些军队的成员 一些普通的民众 一遍又一遍的 不仅是对着这些香港搜救队成员 包括我们香港的记者 一遍一遍的对我们说的谢谢 让我们感觉到 真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温暖 确实是 这种搜救的意义 这种坚持就在于 会令人切身的感受到 生命的力量 以及获救之后的人 我相信对活着的意义 对人生的意义 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会 所以怎么看待这次 外国救援队的这种付出 来我也想请李少仙先生来聊一聊 其实今天在查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因为地震过去很多天了 然后大家对于生命 还有继续生存的希望吗 很多国家已经不抱希望 提前撤出了 比如说奥地利等等 但我们看到包括中国 中国香港的救援队 还在现场继续坚守 才有了一个个奇迹的发生 您觉得这种坚守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另外就是这次 大家也对二端政府 前所谓的开放 印象很深 统计显示 和共14万的外国救援力量 都在当地救援 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中国救援队的坚持 是出于人性 为什么我们继续坚持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也是这个地震拼发的 就是我们特别是汶川地震等等 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同样有这个若干个小时 上百个小时之后 获救的生命 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还是不愿意放弃 这是很明显的 我觉得体现了人性的力量 那么与此同时 可能也注意到了 就是这次土耳其的大地震 受到的国际救援队如此之多 就是十多万之重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 和土耳其阿尔多安政府的政策 各方面有关 一方面实际上他们政府的初期的反应 并不令人们所满意 而国际救援队的大量的到来 实际上一定程度弥补了 怎么说呢 一方面显示了土耳其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 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弥补了 初期政府救援力量不足 救援不利的这样一种现象 我觉得对政府来讲 对阿尔多安人来讲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谢谢 好 我们继续来和前线的米尔扎提 做一个连线 刚刚也说到 阿尔多安也是尽全力 希望挽救当地民众的生命 但是有一些事实 大家看了这种还是触目惊心 包括为什么强震发生之后 很多楼房不堪一期 出现了粉碎性的坍塌 比如日本大地震 很多房屋都是整体倒塌 但这种粉碎性的坍塌 令大家关注这个豆腐渣工程 以及后续的追责 这个部分就是土耳其的民众舆论 都有哪些讨论 是的 主播 那其实呢 我现在虽然是在这个震中这一地区 但是我在周围观察的时候呢 看到了不是所有的房屋都是倒塌的 也就是当时他们就是按照这个规定来做的这些房屋呢 是完好无损的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这个讽刺的一个景象是呢 我刚才经过了当地的这个建筑师协会的一个楼 那个建筑师协会的那个楼 那些窗户呢都没有一点裂缝 也就是是完好无损 但是他面对的这个 他的这个路的另一边呢 就是整个是被虚一片 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土耳其其实是很多年前 也就是99年的大地震之后呢 所有人都知道 也认识到土耳其是一个在一个地震的板块 地震的地震带 非常大的一个地震带 所有的这些专家呢都随时提示当地的人呢 要准备好 就是准备好这个面临这种大的灾难 当然所以呢 当时呢就是所有的规定呢 说是要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做这个房屋 但是呢 但是呢他们就是有很多人 尤其是这些城堡商呢 是脱空剪掉的 当时我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一个地质学家的朋友呢 跟他通过话 他当时就跟我说 我们就是给这些房屋就是有这个许可的时候 我们是如果看到这个房屋要建在这个断层线上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会允许的 但是那些人呢会抢方设法会拿到这个许可 另外呢建筑师也会说 他这个建的房屋是不合格的 是不合这个建筑规则的 但是他们虽然是被这个商方呢 就已经否决掉了 但是这些城堡商呢 依然可以从这个政府部门呢 找到这个可以建设的这个许可 所以这方面呢其实是让很多人是非常愤怒的 现在将他们绳之以法 好 天灾也有人祸 那么这场带地震 是会成为压倒爱尔端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下期我会来继续分析 一会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这种巨型灾难和政治 都是息息相关 到底会对阿尔多安接下来 造成怎样的影响 就请李少先来分析一下 地震发生之前就已经通过膨胀 民怨四起了 又发生这种级别的灾难 救灾又不利 您觉得5月份的总统大选 阿尔多安还有连任的机会吗 我想这次大地震 对土耳其经济可以说雪上加霜 刚才您讲了 最近几年 土耳其经济一直在下滑 通货膨胀严重 失业率 包括土耳其里达的贬值等等 再加上这个疫情 这几年的疫情 所谓双重的重压 在这种背景下 又发生了大地震 这次大地震 按照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学家所预估 可能损失要高达千亿美元 对于土耳其来讲 可想而知 阿尔多安面临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大选在即再有三个多月就要大选了 所以阿尔多安能否成功地应对这次事变 将决定他的政治生命 我觉得现在对他来讲 当然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但是同样面临机遇 你不想他也在努力地 不想惩罚那些承包商 建筑商等等 反腐来向市民交代 那么与此同时 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多的定位为重建 因为这次地震涉及到30多个城市 其中有10个城市遭到了严重的崇毁 在这10个城市中有3个城市需要完全重建 所以我想对于政府来讲 我觉得土耳其单独的力量是明显不够的 所以用这个契机 用国际社会的热情来邀请国际社会 邀请其他的国家一起参与这个城市的重建 来吸引国外的投资 这个对于阿尔多安有可能其实会成为一个妙方 好 其实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灾难的发生是一回事 但是政府对灾难的叙事 它的定位怎么讲故事也非常重要 如果将焦点对准在灾后的重建 给人民重燃希望 如果反对党又没有特别有力的竞争对手 也许阿尔多安是还有机会的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美国对于这次 因为是同时发生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 这个大地震 对土耳其又出钱又出力 特别的热心 但是对于叙利亚 救援物资都还不愿意给 而且制裁一开始也不愿意解除 您觉得美国在对待土耳其和叙利亚方面 有差别吗 有差别待遇吗 我觉得差别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国际社会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说这次地震实际上叫土耳其大地震 实际上严格说叫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 因为它的正宗实际上是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上 叙利亚一侧 它一个狭长的地带 跟土耳其是一致的 1000多公里蔓延 就是它受到同样非常严重的松毁 那么之所以从人员的死亡 伤亡上来看 叙利亚死亡的人数不多 关键是这一带 这个叙利亚经过十多年的战乱 像它最大的城市阿拉伯已经是一片被虚了 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所以叙利亚的状况 实际上更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救助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本身地震之前 叙利亚已经是人造主义危机这样一种局面 它本身粮食欺缺 境内上千万人的人口需要救助等等 这样一种情况 好的 今天时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李少先先生 就这次土耳其大战所暴露的问题 为我们做的分析 也谢谢两位前方记者 从前线带来的第一首报道 请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李少先宁针带来的 谢谢李少先 李宗盈带来的 其实李宗盈带来的 希腊盈带来的 他其实李宗盈带来的 他总有一天 是十多月的 我这次坐在来的 祝你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